台股今天持续的量缩 又来到新低量了 同学们想一想 不是空头哦 你看我的台股新攻略就知道 这里不是空头 是一个多头起涨 但是呢 低量要涨什么 为什么珊瑚化永光这些涨停呢 答案就在我的台股新攻略当中 欢迎同志朋友 先来加入我们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你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行列 但是最主要一点 你一定要看我的台股新攻略 尤其这个货柜三雄跟生技股 马上行情就来了 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头顾曲林泰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哦 好 那因为我们电脑出了一点故障 所以我们今天录了一两次哦 我这样录也是有点累哦 我还年轻 在股票事实上 在股票事实上三十年了 心态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当了三十年的老师 不是我跟你讲 我都看过 全世界几个几个 几个 可能会出现的那样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很有把握跟大家讲 我们没有乱讲 老师在这边 在节目上从不乱讲 我坚持我的原则 不然 我如果不坚持原则 我今天就应该 恭喜三方涨停 恭喜 这个171永光涨停 我说明去才有道理 我没有跟你乱讲 我没有乱讲 我是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东西 我希望我们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努力 股市前两个礼拜出现大股灾 这一定的 每天在过年 哪有可能没有 是不是 这合理的推论 合理的推论 但是 涨度会拉回 其实他这次拉回 是突然间用暴跌的模式 大家要走一下 走到现在又破坏了 别说你 别说我们台股 中国也是同样 美国也是同样 美国早晚没有成交量 没有成交量 他是没有成交量 这也是量价倍率 那今天这个行情 表示不到3000亿 之前都是6000 5000多亿 对吧 这起来不像2003 2004 突然你想一想我讲的 现在最大的时间 很大 说联准会今天 明天开始要年会 突然一个最难 就算年会也不会 2000不到3000亿 这明明这里面有问题 对不对 市场在等那个 回答 可是回答还在涨 回答这几天都在涨 也不会是3000亿 不到 我们经常说机关放在层口 其中表演过 就是这个因素 其中表演过 就是这个因素 对吧 这里面的重要时间点 明天嘛 明天联储会 大家都知道 昨天会议纪要 昨天联储会议纪要 就跟你讲到 要降息了 你不要有什么大动作 给我降两码三码 就没戳起来 表示经济大幅衰退 也不要说 如果说经济好 我们降息慢一点 10月过后再说 9月过后再说 那顶多很像整理 因为经济好 对吧 通膨大增 对吧 要升息 这种极端的没有的话 就是很像整理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美国 很像整理 为什么 也没有什么成交量 量说来有成交量 台国没有成交量 老师但8月28号的 回答 你想看看 回答会不会到哪里 对吧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因为肺瓣是 从牛市跌到熊市 他要 他要回合健康 对吧 你要假睡整天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台积电 下 常常上 到这边 我们说到他 你好像忘了跟我按个赞 你好像忘了按赞 你会不会赚到 在股票市场赚到钱来 这个赞很重要 人家说 有心无心 无心差里会有成印 就是因为这个赞表 说从现在开始 你这个按上去的话 老师 我每天都盯着你看 不行 对不 因为老师堂的都是结构 还有时间坡 来来来 好吧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就捺一下我 赶快填表 不用钱 不用钱 其实越来越处理 今天三晃 特化股 三晃 我们来推论一下 1721的上方 涨停 1711 涨停 永关 4755的涨停 其实这一类的 都有一点像业内主力股 就是说你现在来看的话 会以接下来的时间 把这个业内主力股 这一个这几个字变到非电子股的族群 是不是 好 来 导致朋友 来我们再来 来我们看2330 台积电今天跌 早上是涨的 盘中一度跌 后来我也看硬拉 上来 但是今天是空头惯性 2603 有没有 早上是跌的 这里是跌的 早上是跌的 可是尾巴是拉上来的 虽然涨不多 但是意识到了 因为今天是空头惯性 到这边 上面是空头惯性 11点半 12点半 是这样就来 空头惯性 没问题吧 OK吧 All right 没问题吧 常总是这样 讲同意思吧 你慢慢体会 体会我说的 慢慢体会我说的 常总空头惯性 常总涨上来 台积电跌合理 合理 对吧 就我底下的这个字 越来越有样 到这边 想一想 我讲的 股市场就是结构分析 就是这样子 我刚才讲的 年会 还有那个 828 回答的财报 这样的情况 也不应该让台北股市 只有2800亿的成交量而已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道理 这个2000多亿 3000亿的成交量 台积电的去 鬼打枪 用肩膀想也知道 用肩膀想也知道 两三千亿 成交量台积电要大气 你如果说台积电现在400块500块 那又勉勉强强 两三千亿就够用了 台积电要几千块 你现在说股市 股市两三千亿也会去 那个市值就不一样了 那个市值就不一样了 台积电现在 一年多前 股市只有三四千 两三千亿而已 那台积电的 四五六百块 台积电现在 要给他几千块 市值都没工 可能给他两三千 给他去台积电 这个道理很简单 很多人都没有想透 我当30年老师 我的节目是告诉你 怎么长长久久赚钱 你参加我 我就让你长长久久赚钱 我们赌的是时间 只要不是空头 你不用怕 这样对吧 我们怕就怕空头而已 长龙现在这样 老师妹们问老师 会去填席 填席这一刀 都给你看 这啦 除息是六月几号 六月二十几号在这 这里大概多少 195到200之间 就是台积电今天 这一刀八十九了 就去10块 免10块就填席了 我们这次买到这里 买到季线这里 所以现在在小转当中 没什么 我们做长龙也不是一九两天 这过程当中 油买油卖 炭2.5倍 总是会去小套篮了 你怕什么 对吧 你怕什么 就不是一三左右而已 就说他上来了 你会填席吗 我问你填席 你觉得填席怎么办 因为有投资人在问 我们简单讨论一下 会填席吗 如果底下说台积电下 长龙上越来越有样 成交量就两三千里 你会去填席吗 不急 给他回答你 股市就这个两个的行程 现在第一个时间谁 联准会的年会 大家都说 老师不是都这样分析吗 8月28号的回答财报 你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上一次一个月前 两三个月前 这次大跌都是五千亿 六千亿 基本上身上不到三千亿 突然想一下 这什么事情 连年会就年会 就跟你说要降息 你怎么知道 老师他说变升息 长的会议计要是你没什么 就跟你说要就要降息 对吧 这有什么好惊 对吧 降一马两马 也不可能 就不太可能降两马 因为基本经济基本面好 直接要降息 老师8月28号 回答财报 那也不可能 三千亿都不够 美国股市也是量 对吧 这样 美国股市也是量价倍率 真正大的时间 叫做美国总统大选 有听懂没 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样听懂没 我昨天跟你讲 高盛 大摩小摩 情境分析 他对联主委明天要讲话 他也情境分析 8月28号 回答财报 情境分析 因为他们有做那个 齐全交易 不是做长线 这种事件发生 前提做的 齐全交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就当天第二天这样 比如说 回答财报公布 他如果 很好要涨5% 或者跌5% 预告他可能会跌5% 也作为齐全交易 就不可能了 就大量的去讲一遍 然后事件一发生 看到答案就平掉了 这样 但是 但是也不会两三千亿啊 为什么 这时间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高盛 那个大摩 昨天不跟他讲 你贺锦利当选 国会过 国会他占多数 赢家 然后美国股市会涨 还是跌 涨什么股票 跌什么股票 万一贺锦利当选 然后国会 是被共和党把持的话 股指数会怎么样 会涨什么股票 跌什么股票 然后回到 川普当选 国会又被共和党 掌握住 那他们 就是全面大胜的意思 然后 指数会涨还是跌 对不对 不一定哦 涨会涨还是跌 然后 涨后涨什么股票 跌要跌什么股票 万一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 有没有 国会又是被民主党拿走 然后会涨 指数会不会涨 涨什么 涨什么 涨几点 跌几点 这个趋势怎么样 然后涨什么股票 跌什么股票 弄出来 这叫情境分析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央行 全球央行 828号的回答 也不可能让这个指数只有2800亿 拼了就什么 就是三个月左右 将不到一百天的时间的美国总统大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民调都差一趴两趴而已 是不是 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情境分析 谁当选就怎么样 马上就分出结果了 懂得什么 随时会有变化 当年希拉蕊跟川普 其实希拉蕊是民调一直领先的 而且很明显的 结果贺锦丽跟川普 跟川普 现在民调是伯仲之间 当初希拉蕊民调是很明显 后来希拉蕊赢川普票数300多万 但是选举人票输掉 所以川普当选那一刻 股市崩盘 一天不到时间 一天积拉上去 经济好的环境 最完整的经济体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样崩盘 当时候你做期权交易 多空 都拿一万块 买钱卖钱一起做 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我说的嘛 期权交易嘛 你可以赚 有一边一定是没有赚钱嘛 一边是大赚嘛 那没有赚钱就是小赔那个权利金而已 大赚就不一样嘛 那种重要事故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玩 现在就结构分析了 那同志们 如果我们要很长的时间 还有将近八九十天的话 就遭遇到美国这样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要做什么 所以美国一直跑去 一直跑去飞电子啊 那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是超盘技术 好 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哦 这是多头 这个是多头 来看一下 这些新品多头 没有话说吧 这不是多头吧 这多头 都快要创历史新高还不是多头 对不对 那他第一权重股啊 是联合健康哦 他不是以市值来论的哦 好 那他是不是多头 是啊 还没有过新高 但这个是多头啊 大家喜欢看指标也是多头啊 可是他内容的他大涨生计股哦 他大涨生计股哦 那你砸一砸 然后 标普 这快要创新高 这是空头吗 这根本是空头 这多头 所以你现在看到三个指数都是多头 可是跟苹果也还好啊 苹果是 是那个 这个标普第一权重股啊 哦 不是苹果就是那个 苹果啊 也没过高啦 但是还算不错啦 就反税步向前 有没有 微软 SFT 不是微软就是那个轮流当 这个稍微难看一点 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总结的话呢 标普的这个样子 不是七巨头搞出来的 但有可能 因为李来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李来现在变成七巨头 李来是大药厂 对不对 老实在加上 但是这个样子不算空了 所以春 그대로 我们现在这么说口 这里是多头 这里是多头 但是有一个东西 比较辛苦 你知道背 tensions 是不是 我今天沒有印 今天量更低 我就懶得令 沒什麼狀況 今天量更低 然後呢 那史達克 這長什麼 我們在看 答案就是貝伴 貝伴今天 沒印 貝伴沒有過半年限 但是 標普長什麼 標普長什麼 長這個 那史達克長什麼 標普長 李萊 李萊創歷史新考 長這個 這個 全球醫療ETF 八天連續創歷史新考 對不對 keep countdown 想一想 我們現在想一想 這個東西以李萊為全中的全世界110檔 醫藥 包括冷鏈最重要的 110檔的 重量級的 醫學 醫療 器材 對不對 新藥 製藥 有沒有 他八天創歷史新考 投資朋友你想一下 你是基金的操盤人員 你是機構法人 你要弄一個ETF 因為他創新高 因為他創新高了 請問這個ETF 弄得出來嗎 大家會跟著他上啊 全世界110檔最重要的醫療 旁蓋所有的醫療保險啊 冷鏈啊 CDMO都在這裡面 他八天創歷史新高 請問會不會帶動 猜猜看 當然會啊 你馬上就帶動了什麼 NBI生計指數就快要創新高了啊 那你看日本韓國 台北股市那些基金法人 呦 生計是怎麼起碼 不然我們來撥一下 生計基金好了 會不會 因為他 然後就帶動他快要創新高了 然後呢 美國ETF 這個叫 那斯達克中央的ETF 生計ETF 這個跟新高有什麼兩要 股債在這邊啊 這個也是ETF啊 我跟你講喔 這三個ETF啊 是美國 法人公認的 最三個最最最最重要的 生計股ETF 從他創歷史新高 他快要創歷史新高 這幾乎是歷史新高了 他要創新高不是歷史新高 他要創新高 整個不是翻起來了 沒有成交量 沒有成交量 沒有去這個 標本也是沒有什麼成交量啊 沒有去這個去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成交量 為什麼 為什麼 美國要選總統啊 是不是 民調差不多這麼多啊 說翻盤就翻盤啊 是不是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所以他們的機會來啊 這一次財報又發現 美國的那些AI大型股 他們的獲利啊 沒有想像的好 我們亂講 總是會輪到他吧 好我們再假設一下 假設 中東這個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假設 如果輝達公布啊 把科技股又炒熱起來的話 那就是標普繼續漲嘛 對不對 納斯達克繼續漲 背叛繼續漲 那就是全面性的長多在線 那老師這樣我們做生計股 會不會漲 郭平是輪動啊 我問你今天去什麼 今天長什麼 今天長的是三幅 為什麼輪到他們 以前沒有動嘛 你只要堂頭 他有一天就燈燈了 對不對 他就是一天啊 今天他就是說 他有一天的燈燈的一天 老師你在繞口令 他有一天的燈燈 他堂頭 今天他在特化有沒有 就是 有一天的燈燈的一天 就是走著 這樣 所以你不用擔心啦 如果低量的時候 已經有看到說 神器股這樣去啊 世界航運股 都慢慢創新高 基本面很好 這 8月28號財報 很好 就在共襄盛取 大家也 早掌晚掌而已 我就跟你說 為什麼你搶到我的 你不用擔心 我們拼的是時間 我又沒有跟你亂分析 我們拼的是時間啊 在探錢 就給你探錢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不然就一直幫你 台語聽得懂嗎 沒有賺錢 就一直幫你服務 是國語 我不用說客家話 對不對 他就併購這個 所以 這是大公司 這一兩天的事 大型一樣公佈了財報 支出太多 回收太少 所以他併這一家公司 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個 有關基礎建設 裡面有很多啊 雲端矽光子啊 網路啦 什麼的 運算 這個TZ system是很大的 全是規模最大的 你只知道說 我跟你講是矽光子啊 非同小可 連超尾不這樣都不行啊 這花多少四十九億呢 他上個禮拜才併購一家而已 六億多在歐洲啊 也是AI相關的基礎建設的 美超尾啊 美超尾在下跌啊 廣達在長什麼 你也棒棒嘛 廣達就是騙人的嘛 今天就是他跌的比較大的時候了 因為美超尾在這邊 合理啦 為什麼在那 F數啊 台積電又不怎麼樣 懂了嗎 F數 對不對 鴻海當然不怎麼樣啊 你說台積電 我跟你講啊 台積電不跌 鴻海漲啊 沒關係 鴻海跌也可能 不會直接連動到台積電 那台積電一旦跌了 鴻海就死了 這基本邏輯好不好 台積電漲一大段 鴻海就今年突然大漲了 十幾年了也不可以這樣 是不是 不漲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那台積電如果開始跌的話 鴻海會漲到哪裡 所以鴻海今天也是 smile一下 笑笑 也是這樣而已 美超委要幫他在講什麼 美人一直跌 這就是我怎麼看盤的重點 就是 李恩主委 明天的央行人會 跟全世界講說 沒問題啦 經濟沒有衰退 我們慢慢升息 這是最圓滿的 情境分析 這個是最好的 但如果是經濟沒有衰退 那這個 對這個生技那個ED 就最有利 因為這種這種的啊 包括羅素2000那些非電子有沒有 今兩年很辛苦 又被利息壓 高利率壓得很慘 現在利息要開始降了 他們補漲的速度就變快了 黃金 我沒有印這是昨天的 因為它沒有動 好慢慢來 黃金帶到基本金属 這一看還銅啊 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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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都漲上來啊 新啊 漲得蠻多的 昨天鐵礦砂也動了 鐵礦砂昨天漲4% 鐵礦砂昨天漲4% 比特幣9月有沒有加空 還要注意喔 我今天沒有時間啊 我今天露露一下 電腦斷掉 很累 其實我上一段 錄得很正常的 明天就要跟 有型的說 剛才加空 好像加空沒有三天 你看那個8 這個 8374 打錯 打成5374 8374叫羅森 8374 羅森有沒有 最近怎樣 因為卷資比60啊 可是它是資卷 資在減 融卷是沒有增多少 資在減卷資比就高了吧 不行啦 台灣的加空規定 不是規定啦 一樣都要資卷同真 才加得上去啦 這我們為什麼 剛剛講資卷 之後再跟你講為什麼 好那張什麼 醫療ETFJ 有沒有 一個看一個 你只想 全世界的機構法人都看到 全世界規模最大的ETF 居然創歷史新高 而且連續8天歷史新高 ETF就這樣 剛剛國內ETF 對吧 一看到ETF這麼熱鬧 一檔一檔的發行 國際上 那現階段大家看到這些 一些國家開始陸陸續續有沒有 欸我們也來發行 那個醫療ETF 他們用他們國內的生技股 因為全世界這樣 一個一個就出來 它帶動了什麼 它帶動了前面剛才的 NBA什麼都大漲了 哦 你說我們國內ETF 欸 00940 算到沒有就算了 對不對 它就開始賺了 對吧 年8天創歷史新高 這個 再生年的NBI第一全送股 你來大藥廠也在創新高 那史達克 接近歷史新高 哦 有沒有機會嗎 有沒有機會我問你嗎 老師 萬一啊 那個8月28號那個 那個回答財報超好的 帶動了費成半大體 漲半天 那神技股怎麼樣 突然你要搞去 那就回到回到回到 我今天問你 山荒為什麼漲停 山荒法為什麼漲停 永光為什麼漲停 在多頭的背景之下 總有一天會輪到他 他不會大點會整理 現在開兩天就去飆翻天了 你看看 兩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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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都過了 過面了 頂多整理嘛 在漲大漲電子股 在那邊繞啊繞啊繞 為什麼沒有暴跌 因為是多頭 啊什麼時候暴跌 是這裡暴跌啊 啊這裡為什麼暴跌 股災啊 在多頭格局下的 大家等的是輪漲上來 萬一8月28號 回答財影的科技股 全面在狂飙一波 生技股會不會動 慢點動 但是呢輪到他他就飙 這樣對他意思嗎 因為背景是多頭 那背景是不是多頭 你剛才看了嗎 是嗎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 你要用這個角度 所以我經常跟同學說 你參加我的沒差 我們拚時間嘛 你不要輪到我 我們狂飙給你看 但你叫我做一下 奇奇怪的股票我不做 我沒有三話 我跟你講三話 幹什麼 我有生技股啊一堆啦 我有海運股啦 是不是 這樣沒有錯啦 符合我說的啦 是不是 這才是我講 你沒有賺錢 我就一直幫你服務下去 那你在想什麼 你這個道理 把這個貼合在一起 不是空頭就好了 但是我很有信心 因為我講的東西都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生技股 飙到歷史 那個 ETF飙到歷史新高 你跟我說 這沒辦法賺錢 怎麼可以 來 空頭 所以要打第二隻腳啊 有沒有 盤中分時 今天 六天有五天是空頭慣性 有沒有 照理說他就要收最低了 但是也說不管了 沒有收最低也沒關係 這是空頭慣性 我說家人只要這邊打底 台股在這邊打底 今天台北股市呢 又見低量了 這個是短線兩個時間點 這其實不是那個 是美國總統大選啊 所以你接下來很容易看到 突然間生技股 會進入炒標 因為沒有成交量啊 沒有成交量 你要台積電漲到哪裡 你要揮打的財報 要好到哪裡 就這樣好得很好 你還是壓抑在那個 美國總統大選的陰影啊 你兩個民調差不多嘛 好台積電 我們要進入 進來台積電呢 那時候 因為漲了 將近20%的夠了啦 回黨了 回到際線 會不會回到際線以下 好 進入我們開場白的第一個問題 老師 台積電 那個長榮 會不會去填習 長榮 也是我們8月6號講的 我們就跟大家講的 長榮會不會 我說今天標題都越來越有樣 那長榮除息在6月20幾號 大概在這附近 就這裡 所以只要漲到這裡的話呢 他就填習 大概記得是195到200之間 他今天189 差5塊6塊 你說那個填習 怎麼你為什麼要去填習 做這支股票 我們要洗洗碎啦 這個東西就 賺一個三四十塊 再走一招 然後拉完再繼續做 你看幾年我就 這個長榮就是這樣做 老師 會不會說 我剛才講話再來一次喔 會不會那個 會打財寶 整個電子股漲翻天的話呢 這個資金跑掉 跑掉又怎麼樣 背景是多頭的 因為背景是多頭的 三浮化 三晃 永光 今天這一兩天突然間大漲 創下一年多來的新高 1711好了 在大漲電子股的過程當中 橫向整理 輪到一就是這樣 為什麼它可以橫向整理 因為是多頭嘛 了不起沒有動 跑去科技股 他們最怕的就是空頭這個 這就突然間大跌 但馬上漲上來了 多爽你看 經過這個把它洗乾淨了 突然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現在 你做長榮 背景多頭 你看那是什麼 對不對 台積電啊 現在開始休息了 對不對 長榮不就就來了 因為背景是多頭啊 長榮來的話 台積電就不會大跌 就整理這樣而已嘛 那背景是不是多頭 我們剛才從標譜 那倒這樣看過來不是多頭嗎 是不是 那如果你為了這個 老師 我會不會填息 五塊啦 就填息了 那這個股票啊 賺一個月三十塊 再來找一座 拉上去就繼續買 像我們古年這樣 像我們這 今年到現在 對不對 有買有賣 來回一直做 這個 這個 從這裡開始這樣 做 十幾遍有了啦 有買有要做十幾遍有了啦 這賺了 這個2.5倍以上啦 一年啦 現在接下來就 有買有賣 有買有賣 一直輪流做 啊 不好嗎 鬼問你過啊 台積電 長榮我選長榮啊 這樣不對嘛 那你擔心什麼 你擔心的是 背景是空頭 背景是空頭 阿兜會跟你說啊 美國口試會跟你說啊 是不是 我們先拼未來三個月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會不會填息 老師 是 長榮會不會去填息 腳拉就有了 好不 腳的親在拉著就有了啦 因為背景是多頭 這種成績要讓台積電 沒搞頭嘛 台積電要有搞頭 那就等8月28號回答嘛 那台積電如果真的有搞頭 指數就大漲了 就是又回到長榮多頭 那將來就會 休息一下 就又輪到長榮了 我們擔心的是空頭 我經常跟大家講說 你參加我的沒有 賺錢 我就一直幫你服務下去 我們拼的是時間 我不亂搞的 這樣你懂嗎 台電這個長榮填息重不重要 那沒什麼啦 沒什麼啦 沒什麼東西的填息啊 腳拉就有了啦 是不是 不要為了那個小錢在煩惱 你要跟著我 有買有賣 一年賺2.5倍以上 那不才有償味 你一定是 問問 你不要說你只有 只有看第一天而已 就問我說長榮怎麼樣 做大事的啊 我跟你說你沒有跟我按個讚 真的有時候你會對不起你自己 真的你不會對不起我 老師說得這麼好 有守有為 那今天要 真的要花點講這個 花點錢講這個 就這個這樣子 因為外資再買 旺海啊 我們看一下今天圖形 旺海今天是跌 長榮是漲的 因為長榮 這個時間點長榮比旺海重要啦 但是如果會飆的話 旺海會更會飆 因為他最近 欸沒有路啦 今天小跌 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放大 然後做成技術線型 剛好蓋過 所以今天或者明天 今天沒有成功嘛 你剛好小跌 那老師朋友 我們這幾個字 你注意看 拼上還是拼下 老師再囉嗦一遍 這裡是多頭 你拼上還是拼下 他會很明顯啊 因為他關鍵點啊 技術 大家在講技術面中有一個答案 要出來嘛 當然是拼上 因為這裡是多頭啊 那財報呢 好得不得了 長榮也是翻倍的財報 好得不得了 長榮是全世界啊 貨櫃輪當中 基本面最好的 日本的貨櫃都創歷史新高了 美國那個美生海運都創歷史新高了 我們突然被動 那拼上還是拼下 VDI散裝指數來到三個禮拜新高了 拼上還是拼下 這個不要突破就是好行情啊 那往下的話也不好 因為往下三角是縮得往下 就結束了 但這個時間你也拼上還是拼下 那低量沒有台積電的天下 當然就是長榮的天下 那長榮會不會引動放下 所以你讓他這兩天 確定發動是 你如果拼往上 因為拼往上的機率 不能說沒有機率啦 不一定上啦 明天才不一定 放半 是不是都沒辦法 因為只怕空投嘛 可是回到多 如果再回到多頭架過來看 智囊五藥 是不是最重要的關鍵點來了 所以這個一動都還得了 那是他意思嗎 那是他意思啦 我知道了 所以今天這個很值得講 要麼明天 可能就在明天 可能就在明天 當然我們考料一個 什麼全球央行的年會 那華人我們就不講 我們先講這個亞歷好了 中天概念股 今天是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發動 這個我們看好的 但是華城還是最重要的 華城是指標啦 買藥買亞歷啦 中天集團 我們講一下生技股 生技股 我們今天那個 藥啊藥美食那些不講 因為他們沒什麼動 但是看好 看好絕對看好 不然我拿前面拿那麼多的 但是要講一下中天集團 因為中天這種現行 貴買很重要 合一也蠻強的 要輪流動 股市不能單一啊 輪流動 這次輪到中天集團 這多漂亮嗎 你看那個利用 在漲過程 利用有沒有 股災暴跌大喜籌碼 拉上來 這個 好戲啊 好戲開始 投資人你把我的話想一想 把我話想一想 保留我們今天都不講 因為他們沒什麼動 但是 但是 要動了啦 不動也不行啦 成龍要動 海英國要動 每天 你每天都低量 大家都滴 有一天就放半 但現在不放半 你用想的就知道了啦 你每天都低量 然後跌 跌100點80點 每天都這樣 還滴兩天這樣就放半 你想說 一千錢就賣掉了 你打第二隻腳 怎麼可以這種打法 但是你會不會崩盤 這兩個字的話 美國股市會有答案啊 你看美國股市哪裡像崩盤 你推論一下就合理了 推論一下就合理了 青雲 青雲我們從第一檔 開始坐上來 買了四次了 來 今天要講一下青雲 今天除息 那我剛才講 比特幣 可能會打空 比特幣可能會打空 這樣對意思吧 但 今天 最近就是這樣 今天拉回 明天漲回 我們講個青雲 威盛 華星光 雅力 今天漲 今天點明天就漲 後天繼續漲 連續漲個兩三天 再拉回 一拉回呢 隔天就繼續漲 模式大概就這樣子 這幾段國家 我們幾乎天天講 威盛也是 四手紅盤 就說這個是壓力區 然後你看 他昨天整理 然後整理 他就要突破了 突破了 突破了 這樣 這一兩天就要拼150了 因為他突破了 有趣 之前跟大家講的 突破了 確定突破了 今天確定突破了 四手紅盤的魅力 有沒有 西光子 低檔上來 有沒有 小心標 慢慢漲上來 馬費有繼續漲 有沒有 明天 第一天拉回 前天拉回 明天漲上來 果然漲上來 昨天小孩病創高 今天漲病創高 今天呢 震盪整理 現在西光子最重要指標 叫做 滑星光 因為基本面 跟骨架的位階 沒有相符合 所以他的機會最大 啪啪 拼一把 拼一把 好了 今天錄得有點累了 錄了一兩次 因為剛剛我們電腦有點故障 錄完就跳掉 只要一直錄 現在看來是沒有跳掉了 感謝大家 免費 免費 來參加一下 會員影音 其實這時候反而是大行情 想一想 量大做多 套牢居托 現在沒有量 量小做空 口袋空空 量小就是再跌有限 再跌有限的量小就是 買股票的好機會 買什麼 全部都在結構當中 想一想 今天為什麼山幅化 什麼永光漲停 股市就是這樣輪 還沒有輪到就是海運跟生計 還有我剛才講那些股票 都已經走出了 眾多的架構了 導致朋友 你沒有來參加我的 真可惜 想一想我講的話 你終究是要參加我的 為何不現在參加 2653 8 299 一定會讓你賺到錢 沒有賺錢 一直服務下去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所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正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觀眾朋友 請勿看節目更單操作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